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约会地就在科研景区 名字叫做月味观 这里不仅人气超高 服务周到 食材赛事更是一流 赶紧收拾起来 一起开饭吧 一起吃辣妈鸡 这实在太热了 出门五分钟 流汗两小时 所以夏天的时候 都要找那些高大上的地方 又可以吃来 又happy又优雅 那我今天带你到的是 绍兴的科研大道 这边有一个建湖大酒店 高大上 然后里面有一个月味观 什么漂亮 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呢就是看了 就是很古典的这种感觉 杭州呢是有知味观 那么在绍兴有一个月味观 这根菜当然是 非常老底子很好吃的菜啦 你看我今天点了这么一大桌 哎呀有人说啊 就男人的这个花招啊 哄个十四个小女孩给他吃个糖啊 哄个二十四个女孩给他吃个糖啊 哄个二十四个女孩给他花啊 哄个三十岁 哄个三十岁 虽然我还没有我只有十八岁 哄个三十岁的时候呢 你就要走心了 你就要给他布置一桌走心的菜 首先我要吃这个 因为我这个人我知道 我很爱吃鸭子的 那他们家的这个鸭呢 就是酒酿鸭 王子开门这个菜品 就是很漂亮啊 有没有 那他这个酒酿鸭呢 也是大厨啦 自己发明创造的 因为绍兴很小的时候嘛 就很爱吃这种 酱酒酿啊什么的 那么他又把甜酒酿的那个汁啊 和这个绍兴这边的麻鸭 那么把它混在一起 放任何水不放任何东西 饱饱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味道完全入味了 然后呢 还有很鲜嫩的感觉 他又不塞牙了 麻鸭最好的都不给你 对对对 嗯 怪不得 这点的人这么多 光从这个拼盘上看上去 就是很有食欲有目的 大天吃鸭子 其实真的很好的清凉解度 还有一个这个菜呢 也是就是绍兴知道 老鼎的菜啊 这个呢是蒸三鲜 为什么是三鲜呢 其实它里面呢 每一道菜里都有这个 梅菜根 然后这边呢是南瓜 这边是玉奶 这边呢是臭豆腐 为什么和梅菜一起蒸呢 因为梅菜啊 和任何一个东西一起蒸的时候 都是那个食物啊 就特别的酥 特别的酥 特别的蒸 特别的臭 而且特别的入味 嗯 有一点臭 但是酥的很酥 很诱人 然后那时候 他们老鼎 你们会用这种梅菜的这种水泡泡 它这里没有泡 就是很新鲜的凉瓜 但是这时候 为它一起蒸 而且它那个 酥味只有一点点 不会是臭到骨子里 所以一般年轻的妹妹们 你们千万不用再吃 这个呢也是臭 但这个呢是臭豆腐 他们家的臭豆腐呢 很多人都说特别棒 比如说上海人啊 杭州人啊 就是我们浙江人啊 因为他们这个臭豆腐呢 它也是用了特别的草料啊 外面是很确确 然后里面呢你看 它就是能够炸得臭 炸开来 不是那种硬邦邦的 这个还是要一些功夫的 这个房间里 不会是臭气氛 你真的 我真的打开 不会是臭气氛 它就是永远是臭 没有吃到那个地步 但是很香 还有一个这个 也是道店客人地点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 刚才偷吃了一件 外面太酥脆了 里面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芋奶啊 芋奶把它蒸透以后 弄成泥 裹在里面 然后外面呢 是那个面包 全部都裹在外面以后 然后再放到油里炸 外面呢非常的松脆 哇 一熬一熬啊 嗯 就是一块一块的小面包 你都给你呢 一块一块的 再把它给撕下来 宁波也介绍过宁波的汤圆 到温州也介绍过鱼园 但是到绍兴的不得不介绍 这也是我觉得绍兴的 非常经典的菜 他们家很经典 因为一般的鱼园的话 大家去比如说广东 吃鱼园的时候肯定会 知道它之所以能够成为 这么漂亮的 里面都放了一些蛋清啊 或者生粉啊 但是绍兴的这个鱼园呢 真的是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对 放了一点盐 有一点点味精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就是 这个剑湖里面的包头鱼啊 把它把它做成泥一透 就自己凝固起来的 所以口感很细滑 跟杭州的圆 就还有点不一样的 没牙的人吃太好了 光靠牙帮子就可以把它 很滑 很嫩 而且呢也是很香 所以它没有放什么辅加的 就是原汁原味 说到原汁原味 你看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这个是呢 他们这边自制的这个老豆腐 豆腐大家都爱吃 但很多人说 石膏的豆腐 我不敢吃好不好吃 但他们家这个不是的 它是原鲁的豆腐 它的用料呢 也是柯桥这边的那个老毛豆 然后老毛豆呢 再用原鲁的方式呢 把它给弄出来 所以你看 现在你看到的就好像是 刚刚做好的豆腐 直接就捞出来了 就它的模具看上去都很有特色 然后呢 也是根据你自己喜好 自己可以调调料 酱油 葱 还有我很喜欢吃的炸菜 皮蛋皮蛋最爱吃了 还有辣酱 有够味 还有香油 我这什么都喜欢吃 一餐厂都不合了 任豆腐之间的那种 所以就是说 特别爽口 炸饭的那种 怎么样 男生如果是你想 泡30岁的妹妹的话 就要走这么一顿新的饭 但是呢 对于女生走心还有一招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要给她买她最爱的衣服 哇 小健健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那你给我买一件呗 哇 十九块九 这太贵了 十九块九还贵 不算了吧 我Q空间还没装修呢 那 那你不给人家买 我试一下总可以吧 那试吧 好的 小健健 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你看你看你看 差不多咱们就脱了 死大了 今天的绍兴小点是不是让你欲罢不能呢 月味酒酿鸭 梅菜梗蒸三鲜 十令炸双拼 清汤鱼圆 自磨养生豆腐 明天啊 历经要带你去到鲁迅笔下的鲜红酒店 在这儿绍兴的特色一应俱全 想知道更多 明天不见不散哦 你能替我带人啊 逼婚 我跟珊珊远隔出年 我其实感情早就大 就算我不想跟你结婚 我也不会故意把戒指弄丢了 半乖 我觉得她傻傻 她特不爱 我就是你的小花痴 她没那么担心 真心情 刚出闻你的门 我跟你抢人吻我 咱俩还接吻啊 咱们别一见面有恰吗 看不分住优质男如何被终结孤单 七月书日起 华树频道邀您共赴大好时光 每晚十九点三集联播